首先 我要感謝臺灣受難大學響應政府的產業創新政策 成立了化育科技產業創新研究學院 在 2021 年產學創新條例通過之後 這是第 10 所頂尖大學加入設立研究學院的行業 也是第 11 個研究學院 這 11 個研究學院的設立都攸關國家未來傳染發展的重心 包括半導體 人工智慧 智慧製造 循環經濟 以及金融 在這些領域 我們必須透過產卻合作 在人產培育上取得血跡 這些學院也是因應全球產業發展的趨勢 像是今天臺西大成立的研究學院 設置了 AI 跨育應用研究所 以及綠能科技跟永續治理研究所 這兩大研究所都呼應了當前科技產業的關鍵項目 我們看到了運輯會的浪潮正在席捲全世界 AI 不僅是改變了我們產業的模式 更不斷重新塑造人類的價值觀 因此 我們更需要以人文的心 科技的腦 來解析解引領人工智慧的發展 我相信藉由臺西大的人民關懷比喻 將能推出 AI 體驗應用的關鍵人才 而在運能方面 2050 近年轉型已經是全球的故事 我們有決心 也有責任要達到這個目標 未來 不論是智慧電網 或是儲能和節能的科技 都是臺灣產業建構 預設公務業 非常重要的發展方向 與此同時 我們也需要培育更多 具備前站視野的綠能人才 在這裡 我要特別感謝吳校長 還有12家合作的企業夥伴 一起投入這項重要的工作 尤其在今天揭牌過後 研究學院將和產業界共同建立跨越綠能運用平台 讓綠點產業制度能夠更盡全 也協助臺灣在晉級轉型的道路上 做得更穩健 我相信 由學界和業界共同努力 以靈活 彈性的創新合作模式 一定能夠匯集更多資源來培育出優秀的產業人才 我也期待 臺斯大化育科技產業創新研究學院 能夠在產學研究合作上成為新的典範 也能夠為臺灣下個世代的科技產業注入強勢和動員 持續提升我們國家的國際競爭力 謝謝 謝謝大家